我想永远地跟他在一起 是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 但是结婚是一个 非常非常繁琐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 在美国这边 咱们怎么办 回到国内咱们怎么办 还有包括你们结了婚以后 住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要装修买家具 何况我跟你父母 都没有正式见过面哪 这些事我跟妙颖 已经商量过了 我们准备大办 就是想先走一个法律程序 先注册 然后他就搬到 我在美国租那个地方 然后开始我们的生活 就这么简单 对啊 就这么简单呀 反正我跟书车想的一样 这未免太草帽帅了些 结婚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啊 你想想 你家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吧 咱们家也是 都需要通知交代 对吧 更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 你跟你父母商量吗 还没说 但是我会跟他们商量 你看看 爸 您就先表个态 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当然是高兴你们俩尽快在一起啊 祝福你们 谢谢叔叔 你们祝福 爸 嗯 茶给您系好了 不好 您今天是不是有什么话 当着叔叔的面不好说呀 就是你们 一下子提出要结婚来 我觉得有点突然 我怎么感觉 你们不是忠心地替我们高兴 谁说的 我当然忠心替你们高兴了 你是我女儿 我当然希望你幸福 而且我相信叔彻一定是能够给你幸福的那个人 可是您看上去忧心忡忡的 怎么会呀 我就是觉得 你们选择的这个结婚的时机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给我个理由 没那么多理由 就是白天跟叔彻说的那些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结婚合适呢 过了您 当你们都毕业了 工作稳定了 决定了是在美国定居还是回国发展 我觉得那个时候结婚是最合适的 我跟叔彻很早就独立生活了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而且我们觉得两个人只要相爱 什么时候结婚都合适的 你看 你们总是强调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你们这么想就过于自我了 婚姻从一开始 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了 它就像一场商业合作 而且是终身的 更好况 叔彻的爸爸是个市长 你又是一个上市集团的大股东和继承人 所以 注定你们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你想想你们的婚姻怎么可能 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这么简单呢 我们从谈恋爱的那天起 叔彻他就有个当官的爸爸 我是您女儿 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背景关系 想得那么复杂 我们只是单纯地在谈恋爱 我现在就把话给你放在这儿 叔彻他们家 也一定反对你们现在结婚 我真心觉得 你们没有反对我们结婚的理由啊 那你给我一个 你们为什么非要马上结婚的理由 除了相爱 结婚需要理由吗 我从小到大 您对我不闻不问的 我的成长 我的恋爱 您参与过吗 您给过意见吗 我现在跟您说我要结婚 您反应怎么那么大 我告诉你 妙盈 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你自己 你还是我的女儿 伟业家族的继承人 你出生就肩负着家族的使命 你知道吗 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你不能仅仅为自己考虑 不能那么任性 因为你不是平常人家的孩子 所以你更没有平常人家孩子的自由 小时候 我需要关爱的时候 您给我自由 我现在长大了 独立了 您却跟我说的 我不应该有自由 伟业的继承人不是陈然吗 为什么是我呀 就那小子指着住吗 啊 那嫁给了她 她早就给你败光了 反您跟我说真话 您是不是反对我和叔舍结婚 我不反对你跟叔舍结婚 我只是建议你们晚两年结婚 明白吗 不明白 我越来越听不懂您说的话 晚两年 我今晚去叔舍家住 你路上注意安全 我们只是打算先在美国住个厕所 成为法律上的夫妻 没想过要打上旗鼓 当然 以后也会按照双方家里的要求 不办婚礼 这不是重点 那您说什么是重点 重点是你在美国仗着我鞭长莫急 发生任何事情不和家里沟通 更不要说听我们的意见了 就像刚被庭审被起诉 你在电话里直字不提把我们蒙在了鼓里 你不但剥夺了我们的参与权决策权 我们现在连知情权都没有了 你要干什么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就知道康律师会向您汇报 他要是不说呢 这么大的事你就瞒天过海了 我没想过要瞒你们 我只是不希望您 尤其是我妈担心 那现在 我不是自己把事情解决了吗 罪名成立 留下案底 这就是你解决的结果 那可能您不认同 但是现在我做的事情 是我认为对的事啊 你认为对的事 幼稚 我很清楚 你这些年到了美国 每天都是在想着一件事 就是想怎么摆脱我 坚持你所谓的个性独立和自我实现 对不对 那我请问 我过去为你所做的一切 哪一件事情 没有帮你摆脱困境 度过危机 我为你提供的种种便利 又哪件事情没有帮你 事半功倍 哪一次害了你 你说我阻碍你前进了吗 爸 我感谢您替我提供的便利 但是我从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害怕 我怕我会太依赖你 我一直向您索取 我怕到最后我会变成一个 只会伸手的人 我只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靠您的庇护 来成就我自己的人生 我不想被拔苗助长 培养个人能力和接收父母扶持 这两者矛盾吗 不矛盾 是 书车 我奋斗了大半辈子 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 你去看看 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同龄人 他们抱怨自己出身寒稳 父母让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们羡慕妒嫉恨 没有你这样的一个起点 无大腿可抱 我说你倒好 一面享受的既得利益 一面反抗被操控 还高冷地跟我谈论什么独立 你独什么力啊 你哪天不需要家里给你学费 生活费 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跟我谈独立 总而言之 一切不建立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 所谓个性独立 都是扯淡 你现在跟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空中楼阁 有一天我一定会向您证明 不靠您 我也一样会成功 乐见其成 但是我想问一下 到时候你怎么证明你达到的高度 不是踩在我的肩膀上取得的 你跟我儿子说话 何必这么刻薄呀 我是要告诉他 现实和真理 会比我说的话更刻薄 您反对我结婚 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我擅自决定了 对吗 你说得对了 你说对了一次就是这一次 因为你擅自做主 不听我们父母的任何意见 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 我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了 我想结就结 我什么时候结 我不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想把结婚也变成一场 为反对我而反对我的战争吗 你们父子俩每次谈话就这么对着呛 你们男人就是亲爷俩也得这么 分谁服谁 谁胜谁负吗 我真受不了 接受 爸 我不会用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来跟您赌气 我也希望能够得到我妈跟您的祝福 我是你的父亲 我永远都会祝福你 但是对于你现在做出马上要结婚的这个决定 我的态度明确 我不同意 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另外我要提醒你 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以前 你有履行和父母沟通的义务 义务 懂吗 我会的 再见 没有礼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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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往心里去 别跟你爸爸生气 你也别往心里去 他们不是在针对你 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结婚啊 其实我都不明白 我甚至不知道 我怎么就跟他吵起来了 反正我不管 不管谁反对 我都要嫁给你 还有 你放心 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 和你站在一起 只要心在一起 有什么都不怕 我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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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很棒的课程 谢谢你 我明天见到你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选择了我们法学院的必修课啊 我想听听刑法 难道你要来我们法学院上研究商 还没决定 欢迎你加入 成为我的同门师弟 哦 对了 那天你在法庭上 真的非常帅 之前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之前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之前就觉得 你一定是家里全都安排好了 遇到什么麻烦 全都丢给父母 难道你不怪我 挡你的财路吗 什么意思啊 当然 也许你现在已经得到好处了 你想表达什么 请想清楚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麻烦让一下 舒畅 你必须把话说清楚 什么惨路 什么好处 你说哪件事啊 如果这件事情跟我无关 我也无权评价 那就是和你有关的 好在没有几件 你对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评价那是因为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什么 你忘了 你跟汪特住啊 就在你们家门口啊 本来那天我是想过去跟你说点什么 但是看到那一幕之后 我突然发现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 你看到的那只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 你基于这一小部分建立的认识 那不是真相 你误会我了 我误会了吗 难怪妙盈跟我说 你到时候在法庭上会翻供 是不是因为在开庭之前 收到了一台车 我确实答应了妙盈 但绝对不是因为那辆车 而且在开庭之前 我已经把车还给了汪特住 你可以去问她的 她们不希望让我知道 她们在背后有动作 我去问汪特住吗 还是问妙盈她爸 萧欣 我没有把车还给你们呀 我说你是太不通人情 还是太通事故 所以才让我这么问 你明明知道在这件事情上 我跟她们不可能有任何的交流 况且就算你把车还给她们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因为 我在法庭上认罪了 所以才不得不归还呢 就因为你不会去问她们 所以我就必须要这么有嘴 说不清楚 必须要这么被你误会 被你黑吗 那我自己眼睛看见的事情 我也不应该相信吗 你起码可以去问妙盈啊 你问她我为什么答应当庭翻供 只是因为 我把你们两个都当朋友 我不轻易交朋友 我不轻易交朋友 因为我不想看到她们 总是在我的面前催一枚这样 其实软弱和贪婪 虽然不值得夸耀 但也并非不可原谅啊 还有啊 比起现在这个人情恋达 善于变通的你 我倒是更欣赏第一次见面 那个不近人情 拒绝顶包的你 我发现了 多美丽环扣 把我扣来 是不是为了对的友谊的小酒 我让你交为汪特 住的那辆车呢 是这样 当我想起来给汪特助打电话的时候 他已经被我爸弄回国了 你没有还给他 还了还了 但是没还了 他已经走了 这也不能怪我 那车呢 车在哪儿啊 到底在哪儿啊 我把他给一朋友了 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老汪说这车是公司财产 这直接让我放公司 那公司财产就我爸财产 我爸财产就我财产是吧 然后你就私自给了别人 我那几天被他们逼得很 跟他们赌赌输了 赌要是大 一直拿不出现金 这一摸兜 看这把车钥匙就摔给他了 就说这车被你还赌债了是吗 你也别介意 一辆小破车 这老汪不介意 我爸也不会介意 但是我介意 不就是老汪借着你开了几天公司的车 这么不值一提的小事吗 这车是你爸 让汪特助交给我 让我作为当庭翻供的贿赂金 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要让你在开店之前 还到他手里的原因 还有这么复杂的黑幕呢 我拜托你 陈燃 向你爸去解释清楚行吗 告诉他你可以证明 我是在开店之前 就把钥匙交到你手里的 我也求你了 女神 能不让我爸现在知道这事吗 你洗白了 我就雀黑 雀黑的了 这商婚这仗 我爸还没跟我算呢 再让他知道我能用公款 还赌债 我这 我这玩完了 你能不能给我留条活路 你总不忍心看我去送死吧 所以我的清白 跟你们所有的事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都不值得一听 是吗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呀 我不配跟你们上流社会的人为伍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们误会我 摧毁折腰 不是 谁上流 谁不配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老要一次 我老要怎么的话 你将开口 我老要走 你把这种内疗 我老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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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找我了 这么晚才回家 我给您买酒去了 这莫名其妙的孝敬我 做了什么亏心事了 有鬼吧 没有 哪有鬼啊 还您说呢 坐 好 爸 您找我什么事啊 明天啊 绿卡父母要到家来 跟他们见面之前 我必须先摸我们的底 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 爸 您怎么一下 突然弄得跟审讯似的 这特别严肃紧张 咱俩是一伙的 我就是想搞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跟我一伙的 您就这么对我没信心 没信心 那成 您问 这绿卡是看上你了 你看上她没有 您觉得呢 我觉得你看上她 绝对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想跟她假戏真做一起过日子 不想 那万一她两年以后 咬死不跟你离婚 您打算怎么办 这我不怕 我直接到移民局告他去 让她的绿卡作废 被遣送回国 你说我一美国公民 我怕什么呀 就是 反正你也不怕 这事你也想好了该怎么办了 那行 明天啊 就不谈了 走 走 走 不行 还有个事您得帮我解决了 这个 我帮你 就是 她老是纠缠于我 严重阻碍了我这个 人生自由 还有这恋爱自由 人事过来人 您帮我瞎瞎折 看看你怎么办 儿子 你要搞清楚一点 绿卡就是想利用这两年 把你搞定 跟你弄假成真 知道吗 你这成天稀了糊涂 左耀右摆 态度暧昧 才给了她这个可乘之气 不是 我就是心太软 您说一位女孩喜欢我 虽然我不喜欢她了 但也不能让人太难堪是吧 再说了 那我也没吃亏呀 你说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儿子呀 您又来了 你记住了 要想摆脱她的纠缠 只有一个办法 马上离婚 那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她要是同意 我能请她父母来吗 明天就是要解决这件事情 那 那钱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还给他们家 你只要保证态度坚决 知道吗 行 没有问题 睡觉 来 爸 爸 爸 我必须得确定一件事情 这钱最后 不会还得让我再还给您吧 爸 儿子 你拿什么还给拍 我还真不是看不起你 那您少喝点啊 喝多生参 那 早点休息啊 谢谢您的酒 不客气 反正花的也不是我的钱 这小子 在钱上比他解敬多了 哦 哇 民力遥入 他家不比跟他差啊 你一会儿记着要说什么 我们是李之家 我先给你赢给他吧 亲爱的 这是爸妈的见面礼 这个给你爸 这个给咱姐 我呢呢 先来半斤你业妇业妇大业 爸妈 这是你们女婿 不是比赵春还帅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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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让我仔细看一看 这小伙子真帅 太帅了 你等下 这不比电视上那小鲜肉 帅好几百对吗 他眼光真好 我喜欢 不错 不错 现在我这帅女婿一面 可是真不容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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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 您能够吵的呀 开正常的车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辆手 送你的 这 这 这不太好吧 这样 多大的事 什么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送你的见面礼 但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们选的 我们女儿挑的 她说你喜欢这个 我们就买这个 我们就掏钱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有点太贵了 肥水不溜外人田 一家人 这车有什么呀 多大的事 没必要这么破费了 这应该就是亲家了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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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姨 你好 这是我夫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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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那车呢就是女儿的不意思 当然也是我们两口子 对女婿的一个心意 你看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的岁数比我大比我小 我该是叫哥还是叫弟弟 头发 头发头白的 那从面向上看 那我得叫你哥 哥哥好 哥哥好 我叫金永福 以后你就叫我 小金就行 哥哥好 好 成文 您好 哥哥 哎呀 总算是见到亲家 太高兴了 哎呀 好极了 好极了 嗯 哥哥 咱们呢 现在也算是一家人啊 你对孩子们的婚事 有什么想法 你就直说 咱们不是一家人 咱们不是一家人 承认 和 金路的婚姻 就是一场交易 不是真实的婚姻 这一点你们二位承认了 啊 这给了钱呀 肯定就是交易了 但是这交易啊 它不一定不真实啊 对 真不真实 俩孩子自己最清楚 哎 露露 真实不真实啊 当然真实了吧 我俩受法律保护 成人 你敢说咱俩婚姻不真实 咱能别咬文嚼字吗 双方认识不同一眼 咱们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金先生 金太太 金路付给成人的那笔钱 是你们出的 对呀 对呀 我今天 把这笔钱还给你们 同时终止他们的 的商婚协议 让他们立刻离婚 金先生 金太太 你们的意见呢 我们没有意见呀 那也就是说 你们同意我这个方案 钱是我们出的 可婚是闺女接的呀 我们没有意见 我们都听闺女呢 她要是同意你这个方案 咱们就这么办 如果她不接受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等会儿 你别在那儿大包大栏 这么大的事得问我女儿 宝贝 你说吧 你说你什么态度 我不理 崇然 你啥态度 你想中途未约 说话 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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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怎么想的 说 我离 不离都行 走 崇然 崇然 咱们当父母的 都是为孩子活着 咱们得成全孩子 你看你把你孩子给逼的 你连话都说不清楚 结结巴巴的 你干嘛这么难为他呢 这俩孩子呀 现在都是成年人了 咱们不能老替他们 当家拿主意呀 这要是放的就是会好说了 咱们包办她们结婚 包办她们离婚都行 可是现在咱说了不算 小然和露露结婚 我们两口子跟你一样 都是被通知的 你说她们结婚都不跟我们商量 她离婚能听我们的吗 程先生 你听我说 这儿孙自有儿孙命 咱们当家长的代替不了她们 是不是 她们想接就接 想离就离 什么时候达成一致 什么时候算 咱们当父母的别在那儿瞎操心 他们的问题 还让他们自己解决行吗 哥哥 咱就甭管他们了 你说我们两口子大老远的 上你府上来拜访 我们也不能算李叔不周全吧 你看 这儿 现在也到饭点了 我们肚子也饿了 你得请我们吃顿饭 我叫你尝试 好 这儿 一样 我叫你吧 你吃点 快点 我叫我 你让我对一大伙人寒暄 老公 我知道你是假装故意屈辱永拔的因为 实际上你跟我是一伙的 你可别自作多情 我跟谁都不是一伙的 你是胡搅蛮缠派 我爸是铁血无情派 我是 隋井慎一派 对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只要你不对我整天死缠烂打 不干涉我的自由 咱俩就相当无事 该怎么配合 怎么配合 两年后你拿到绿卡 咱俩离婚一别两宽 好吗 我妈已经说过了 她说男人不能盯得太紧 看得太死 容易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 这过来人就是过来人 说得太对了 你现在就勾起了我严重的逆反心理 我严重的逆反心理 德行 我顺带给你自由还不行吗 反正你就是我的人 你爸同意了 咱俩以后就可以幸福地光明正大 生活在一起了 你瞎呀 我爸那叫同意吗 我爸那叫和我一样没辙 搬你家去 你信不信他一枪崩了我 那我就搬到你家了 那你那叫私闯民宅 你是不是我一枪崩了你 那你一枪崩了我呀 你一枪崩了我 让我死在你的怀里 你 你 你爸的酒量 你不 你少喝点嘛 我的酒量 我的酒量 没问题 你看你们喝酒什么样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们家房子哈 好 我们家的房子 非常非常好 你看 你看你爸一喝都要摔跤吧 让你少喝少喝 你老喝那么多干什么呀 切开 干什么你 你 你刚才叫我什么 你叫我什么 你还不改口 叫我爸 哪儿爸 这就对了 改口被我吓死给你了 好好好 叫我什么 妈 妈 叫老婆 你 你 好了好了 我们走了 走走走 没事吧 走了走了走了 好了好了好了 来 走走 你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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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了 再见 再见啊 慢点 慢点 过来 我宣布两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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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宣布两项决定 暂时取消你作为集成人的资格 二 我通知旧金山的分公司 禁止你在公司行使任何股东的权利 包括谈不限于资金和人员的使用 两项决定立刻生效 直到你伤婚解除那天为止 爸 这第一条我认 第二条 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你少着跟我嬉皮笑脸哪 你是个背信气的小人 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那您要是不经济制裁我 也不会纳出今天的事 你再多说一句废话 我让你这辈子都盗不了这集成人 你信吗 你信吗 去 跟我拿解酒药去